有关文化艺术消息来看到焦点舞团是由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学生组成 培育出许多新生代舞者 2014年以着双分子为名举办了群回舞展 4月12号也将来到宜兰 并且把累积多年的舞蹈经验精致地展现给观众 焦点舞团以双分子为名 在台北举办首场舞展之后 第二站将巡回到宜兰 4月12号晚间7点半 在宜兰演艺厅会带来两支创作比赛作品 舞药大地 六首新生代创作 并也会加入云门舞级艺术总监郑宗龙的作品 要把累积多年的舞蹈经验精致地展现给观众 指揭艺术总监郑宗龙的作品 联系中文官 第一段的動作都是比較俐落,然後比較...其實有點詭諧的風格 那就是表現說我們平常在看到不同人的第一印象或他的外在的行為 那我們到第二段我們就會有一個透明的袋子的使用 那個袋子其實就象徵的是我們人類比較內心情感或背後的一些故事 比較情感方面的比較秘密不想被別人看見的那一面 那他其實有這樣的意涵,但是整支作品還是以比較詭諧的方式,然後有趣的方式呈現 焦點舞團是由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學生組成,培育出許多新生代舞者 所有作品都是經過不斷的淘汰、修正所產生出來,呈現專業舞團的品質 那也都會跟舞者們就是經過很多的溝通跟討論 所以我們呈現出來的作品就是絕對不會是單獨為了一個人 而是我們一起共同創、編創的 那我們這次的風格也非常的多變 那剛剛可能有會寫風格的 那我們也會有一些芭蕾作品 然後東方的作品 然後也有可能會以舞蹈劇場的形式來呈現 就是我們的想法 焦點舞團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一個民國93年成立的一個舞團 那他們所有的製作都是由學生來一手製作出來的 那雖然是說學生的一個製作 但他們的一個製作跟演出是非常具有原創性跟水準的 雙分子在宜蘭的巡演 每張票券售價為200元 比外縣市便宜 想欣賞的鄉親 可上售票系統購票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從本報導 未來的集合